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我来试一下YouTube直播啊,YouTube直播,刚才这个推特直播啊,失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希望不是,希望只是技术或网络的原因啊,希望不是其他的原因,那就只好在这里直播了,大家可能暂时看不到啊,现在是YouTube 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到底直播成功没有,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我的YouTube刚刚注册成功好像出了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订阅人数一会上到一百刚出来的时候,一下又退到几个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如果有近代的给我留言,告诉我直播成功了没有啊,给我看一下 直播成功了没有啊,好,嗯,现在好像有两个人进来了啊,有两个人进来了,那今天呢,其实是继续昨天的啊,继续昨天的啊,直播,昨天呢,是一个小时十五分点评啊,碰是副总统的对话政策的演讲啊,对话政策的演讲啊, 那么,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我直播成不成功啊,直播成不成功啊,那昨天呢,我们的演讲呢,我们现在啊,给他来一个这个简单的回顾,昨天对这个点评啊,简单的回顾,大概点评了有一半的样子啊,看到了,好,好,那就在这里啊, 啊,一位推特上,不知道是软件出了问题,还是什么出了问题,谢谢你跟我说,看到了啊,终于有一个人进来了啊,那么,呃,昨天呢,我们点评了啊,这个,彭斯的对话政策的演讲啊,我给大家也说了,我为什么这么重视,是因为从事中美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 三十年来啊,发现这个演讲啊,不同一般啊,不同一般,甚至夸张的说,就像这个丑业尔,这个七十一年前的,呃,拿下冷战蓄幕的啊,铁幕演讲,差不多啊,当然这有夸张的地方,因为时至今日要真正打冷战,也不容易了 现在中美关系如此的密切 都是世界上这个老大老二 真要打起来 恐怕这个影响各方面 是非常严重的 从推特到YouTube 不好意思 推特是因为今天直播不了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不是不直播 好 那我前面讲了 我不知道声音怎么样 我今天特别配了一个耳机试一下 我们简单的回顾几个 昨天讲的 美国在这个 副总统在这个演讲中 说了一句狠话 说过去25年 我们rebuilt China 我们几乎重建了中国 这个当然很多夸张的地方 但是也有 声音比以前好 就这个问题 我们rebuilt China 这个话狠话 那意思就是就像网友评论的话 我们既然rebuilt你 重建了你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贸易制裁 或我们的冷战 或我们对抗来摧毁你 或者至少放缓你的发展 阻止你的崛起 当然也这个狠话 那么在这个里面 这个副总统还讲 The dream of freedom remains distan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while Beijing still pays lip service to reform and open Deng Xiaoping's famous policy now reigns hollow 就是说这么多年 我们的努力 包括49年以前 美国从来没有对不起这个中国 那么到现在 过了这么多年 结果呢 中国人 立这个自由的梦想 越来越远 这就好像想否定我们这个中国梦 然后说 邓小平的政策 也越来越空洞 不再实行了 而这个北京呢 还是这个嘴上不停的说改革开放 Pay deep service 这个东西挺狠的 挺狠的 就是说你们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停止了 所以在他的这个演讲中 虽然提到了台湾的经验 虽然提到了自由民主法治和平演变 这个目标 但是呢 你好你好 但是呢 说了两次 希望 这个 你们能回到邓小平的那个政策出新 改革开放 让中国融入世界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大体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这是一个很奇葩的地方 我昨天已经点评了 一个美国领导人 他不提华盛顿 不提林肯 不像以前的总统 奥巴马克林登 一上台就 哦 华盛顿 林肯 扎吉 华盛顿 都是提的很高大上的 中国你要自由民主啊 但是说到具体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 就我手开始做生意了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我们感觉到 他不再提高大上的东西 可能他认为 这个华盛顿和林肯 不太适合中国吧 对吧 那好 邓小平总适合你吧 你们不能 你脱利邓小平 要回到什么毛时代 就是这个意思吧 好 那么还有就是 这个这个 接着说 历史证明 A country that oppresses its own people rarely stops them 就是一些国家在对内 镇压人权啊 控制民众啊 这个不讲这个法治啊 这样的国家 他一般 不会停止在那里 什么意思啊 他一定会搞定了 国内的民众 让他们服服帖帖 当奴隶的时候 那么再到国外 政府其他国家 把自己这种 牢狱民众的价值观 输出到其他国家 不公平 不自由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相信 美国人哈 其实更关心的是 中国在外交上 对美国的一些做法 说实话 这么多年吧 不管是谁吧 中国人到底怎么样 美国人也有一个 基本的看法 就是你们那么多人 14亿人 你们这个政府 也是你们选的嘛 要怎么样 你们自己搞定 但是呢 你啦 最好啊 不要把你的东西 扩展到海外 扩展到 这个这个 来破坏 来破坏 二战以后 由美国 主导的 这种 国际关系的 格局 这是 那么还有一句啊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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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啊 经济的自由化 能带来 政治上的自由化 啊 怎么怎么 怎么怎么 怎么 这个这个这个 都怎么样的啊 好 那我来看一下啊 这个我来转播到推特 各位看一下啊 啊 我这上面没有这个功能啊 不好意思 我想一次转播到推特上 现在看起来是不行了啊 不行了 嗯 这个上面没有这个功能啊 但是这个 好 我们接着 接着讲啊 那这一点呢 其实宣布了 美国 始至1989年 开始1992年之后 对中国的一个和平演变政策 就是我们在经济上继续活作 支持中国的自由化 小平不是要白毛黑猫 要发展经济吗 那么我们就 经济上促使中国自由化 所以我们活作做生意 这回国待遇 我基本上吵了这以后 都给你 当你要加入WTO的时候 条件哪怕还不够 哎 我也 美国也支持你 那么他的目的是 经济上的自由化 带来政治上的自由化 但是呢 这一篇副总统的演讲 基本上啊 基本上就否定了 这个政策 彻底否定了这个政策 那么宣布和平演变政策 失败了 他不单 经济政策 不但没有带来政治 民主化 而且由于经济 实力增强之后 他更有力量了 他对内对外 在政治上 他更有控制的 能力了 反而 这个越来越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越离政治 民主化 越来越远 这就是美国 一个政策的转变 因为美国基本上 从1992年开始 和中国 北京 采取了接触 接触政策 engagement 从那以后 基本上是engagement为主 有时候偶尔有 confrontation 有对抗 包括八九六四之后 但是engagement 是主流 持续了四十年 这四十年 他认为 中共年 发展的经济 是美国的功劳 美国rebuild to China 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从 这个副总统演讲之前 提到的一个 华盛顿的智朗 白邦瑞 可以看出来 白邦瑞写了一本书 叫百年马拉松 他的意思就是 中国人进行了百年的 马拉松式的运动 这个运动 就是要击败 西方要自己 撅起 一开始他 这个 这个卧薪尝胆 桃光养晦 当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要把自己的价值观 这个 按倒西方的头上 这个 他的这个书呢 并没有得到 很多人的支持 但是大家看一看 这种预设 是你的猜测 还是你确切的知道 北京有这样的 一个百年大计呢 从我来感觉 我觉得北京 要有这样的人 真好了 他们都是自己 摊不完之后 就拉倒了 还真有人 有这种 长期计划 中国百年 这个这个 崛起吗 要有 倒是真好了 好 那么 再回顾一下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We are also implementing tariff 哇 也说到了 2500亿 还是多少 2万亿的 这个这个对中国产品的 征税 那么 As the President has also made clear 总统说得很清楚 We will leave we will leave even more tariff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substantially more than doubling the number unless a fail and reciprocal deal is made 我们的贸易战 我们的 对中国的征税 还会继续 有可能会翻倍 除非你给我们一个 平等和互利的 达成平等和互利的 这个这个 协议 条约 合约 条约 那么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这个 大家知道 美国 川普打了贸易战 打了贸易战 他意味 中国会很快退下来 因为 川普不光是 整对北京打贸易战 欧洲 澳洲 日本 韩国 墨西哥 南美 他都同时出击 有的地方甚至 比对中国 更狠 但是这些国家 基本上都 屈服 让步了 而中国 一直还坚持着 那么当然原因有很多 昨天分析了 第一 美国要什么 中方不是太精筹 你是 到哪一步是你的底线 我们跟你谈判 你也不知道 到底是 这个政策 是你谈判小组决定的 美国国务院决定的 白宫决定的 还是 特朗普的推特决定的 他确实很迷茫 我们的驻华大使 说了一个很伤心的真话 说我们一直在沟通啊 但是你们的政策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一个 还有 相同政治制度 包括欧洲 澳洲 日本 韩国 他和美国打经济贸易战 他就是经济贸易战 就是一个让利 或赚利 这个赚了多少钱 的问题 但是 从这一篇演讲中 可以看出来 他对中国 不光是经济的贸易 自由 他涉及到社会政治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是北京非常担心的 北京的政权 我已经讲过了 在目前来讲 他以保卫这个共党的领导 或政权的稳定 或社会的稳定 为最主要的目标 其他都是其次 都是依附于这个的 只要政权保不住了 他什么都已经经济过方面 肯定不会考虑的 对吧 他是把政权放在底液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知道 你特朗普到底要走多远 往哪里走 会不会最后 你摧毁我政权 以和平演办 演变我的政权为主 所以这种事 造成了 这个 目前的谈判 出于两难之间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这个 谈判 向何处进行 中国让不到什么程度 还有 说到这里 我要岔开一点 就是 中国的模式 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这个模式 要打个引号 因为所谓模式 是可以copy的 是可以别人学的 是可以有一个 常规可以研究的 但是中国的模式 是一个混杂的 他在政治上 过去30年的 模式在政治上 还是实行的苏联 传过来的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那一套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连我们的设置 都和苏联 以前差不多 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那在经济上 又确实 吸起了 小平吸起了 苏联 东欧集团的教训 东欧集团的教训 是什么 最主要一点就是 政治上对抗的同时 在经济上 也搞个划沙条约 自成一体或西方断绩往来 其实这是问题很大的 弄了最后 科技 贸易 技术 产品 或西方老死不想往来 弄了自成一体 自成一体又根本没这个能力 对不对 你的发明创新 你的生产能力 过方面又跟不上 在这种情况 苏联是被这样一步步带进坑的 再加上后来 头脑一发热 美国 欧洲 一讲了铁幕演讲之后 要开始 最后搞了军备竞赛的时候 苏联的领导人 头脑一发热 那时候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好兰儿 来 我给你发展武器 给你竞争 你有多大的能力 给别人竞争 最后活活被拖垮了 那么小平在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时候 就 大力发展经济 和美国人做生意 他不是说 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 就富起来了 这个富起来 在我们体内 是小平希望人民富起来 对不对 小平真好 这一点也是事实 但是小平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 从政权的角度来看 人民不富起来 生活不好起来 你这个政权也没法维持 在这种情况下 走上了一条 很奇特的中国模式 政治上继续 一党专制 经济上 多种经营 国营吸起了 私营企业大力发展 一时之间 私营企业增长的速度 远远超过西方国家 而且实行市场经济 前面加一个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不是我 西方完整的市场经济 我是最终是权贵掌控的 是国家政权控制的市场经济 这个不是看不见的手 而是明显看得见的手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模式的发展 怎么评价呢 我写过一篇文章 从天宫一号的高度 看中国模式 我们说你可以批评 中国模式很严重 很糟糕 但是有一个事实 让北京很自信 也经常拿出来说的是 我们过去30年 我们的经济发展 确实是全球最坏 即便除掉那些水分 我们的发展也是最快的 这一点呢 我们可能经济授具上 我也不是经济学家 我不想多评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 从我个人的现实生活经历来讲 中国的经济发展 确实很快 我家乡农村 30年前是什么样 我知道 说实话买个资金车 都要算计多久 现在我加上 也属于湖北比较 这个 推特通知一声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怎么通知 我不知道怎么通知 嗓子还可以 还可以 我的嗓子就是有点傻哑 那么现在 真的是富有了 我三十年前 八九年 第一次到美国 到日本 看见人家高楼大萨 繁荣长生 车跑得这么快 我想我这辈子也 开不上这样的速度的车 那么后来 咱们中国的高速公路 是很发展 那么这件事呢 就让 就让 北京 有了自信 那既然我的经济 能这样发展 说明我的经济模式 有可取之处啊 你不能一盘子否认啊 那么这就涉及到 美国希望中国的经济开放之后 政治开放 那么 涉及到 经济 市场经济 是不是要完全懂 市场经济 按照西方的标准 这个问题 说实话 我很纠结 这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我想说什么呢 就在我的体制内外 海内外 不管是这个 这个像 做代购消费 小贩最低层 还是以前 我这些 至少是省级干部 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问题 能不能一分为二 能不能一分为二 中国 是不是在发展起来之后 在三十年前 我们有更好的道路 直接 实行西方的制度 市场经济 一步到位 我有时候 也在犹豫 因为我对中国 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中国 当时的底子的情况下 我们有没有 可能 一步到位的 叫 open door policy 就是 开放 一步到位 不需要 政府干预 政府的保护 我想知道 中国会有今天的经济发展成绩吗 这一件事 希望大家不要带情绪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们的 不要说现在 即便是现在 我们说到三十年前 我们的创新力有多少 我们的工业能力有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 完全开放 我们在国际上 有一丝一毫的竞争力 我们能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看一看周围 我们都知道了 以完全 第三世界基本上完全开放 没有政权控制的 这种国家 多的是 包括我们的最民主的国家 印度 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些亚洲国家 亚非拉国家 至少有四五十个 但是过去 他们的经济发展 确实乏善可逞 我都去过很多国家 对不对 我不是在为北京辩护 而是说 经济开放政策 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以不到位 按照美国说的 要一个合作复利的方式 那我们 举个简单例子 在政治上 中国肯定是在互联网上 压制国内的不同声音 打压平台 对不对 这是肯定的 这没有好讲的 没有值得为它辩护的 可是从互联网经济来讲 它自成一体 它把Google 拼去在外 它搞了微博 微博带来多少经济 它搞了 它把国外的 Facebook 屏蔽之后 它搞了这个微信 微信带来多大的经济收益 它把这个Amazon 这个叫什么 国外的购物上 一被屏蔽了 不让在国内运行 它搞了 造就了淘宝 造就了国内的 这个阿里巴巴 还有我们刘强东 在美国人说的 这个 alleged 这个raper 就据说是强奸犯 不是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得到证实的 没有 司法 结论的 那 我在想 如果我们当时 在这方面开放的话 我们政治上 当然活得了 更宽松的 老羊头 也不用跑到海外的YouTube来了 我们在优酷上 就可以直播了 但是 在经济上 中国 被老毛同志 折腾了 27年的中国 能够经受得住 一步到位的 改革开放吗 还是会 分崩利息 没有关系 对于国家 战事分分合合 一会儿统一 一会儿分合 我本人不建议 但是 经济一旦 没有得到 momentum发展的 这种动力 或者这种 积累的 最早的资金 这种技术 这种产能 请问 后来会怎么样 会不会一败头地 遗漏 消沉下去 周围不是没有 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的一点思考 大家不一样的思考 有人说 老羊头政治学者 要学西方 是个坏人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的每一个思考 都是从中国的角度 但是我有可能有错 因为我的知识结构 有可能有错 还有我到处走 也可能看的是皮毛 没有深入下 但是在中国的模式方面来讲 这个模式被证明为 制造了贪污腐败 很难进一步往前发展 民主转型 到现在卡在这 问题很大 尤其是打压互联网 我言人自由 老羊头也被打压 可是这个模式 在经济上的 适当的控制 国家操控的 所谓市场经济 扭成一团神 和这个西方的一些企业 做不公正的竞争 真的是不公正的 我们很多时候 例如说中石油中石化 在国际上 给别的石油公司 这个竞争 是很不公正的 别人怎么搞得过你 你后面有13亿大税人 不停的给我交税输送钱 是不是 但是这个方面 从某种方面上 对中石油中石化 积累巨大的资金 它有好处 当然 下面的问题就是 你得到的好处 是不是这个 还权还钱 愚民 你得到的好处 是不是用于纳税人 交的钱 给社会增加福利 如果得到好处 都成了某些 这个权贵资本家的腰包 成了这个权贵 这个财产 那很糟糕了 这也是中国模式的问题 权贵 这个政权 掌握了一些权力 在这个军纪的运作 筹码上面 让西方人有点顶不住 但是 同样是这个权力 弄到贫富 差距 弄到钱 都到了权贵的口袋里面 那怎么解决呢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所以这一支 是我思考的问题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 分享一下 那 说到这里 大家就知道了 那很可能 很可能就是 很可能就是说 美国的一些要求 北京也有这个考虑 我真像你们说的 放开市场 我一夜之间 以前所有的优势 都没了 怎么办 就像你们私营企业 到海外去 你真的和别人 有得竞争吗 马云以前吹牛说 到美国来搞 畅造一百个职位 他真该感谢 特朗普的贸易战 让他有个台阶 你那个淘宝的模式 到了美国来 哪里有可行性 第一假货冲持 第二 你的淘宝是建立在 这个整个庞大的 快递队务上 在美国怎么可能 你知道美国的快递 多少钱吗 你赚的那点钱 送给美国的快递工人 都不够 你还畅造职位 幸亏 他现在急急忙忙的 准备明年辞职 不用承担自己这个话的后果 特朗普一打贸易战 他有台阶下来 你们给中国打贸易战 我不跟你玩了 其实他根本都玩不了 哪个中国的大企业 在他畅造了 这么一百万个职位 除了电信业 卖手机之外 开商店之外 你其他的 都是很难的 很难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接着点评 我们今天接着点评 这个总统的话 哎呦 一下讲了 就已经27分钟了 真的是有点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回顾了昨天的 回顾了昨天的 下面呢 这个这个 我们看 下面他的 举的一些例子 就非常仔细了 就不需要点评了 他讲了这个 在经济上啊 在这个政治上 国内的打压上面 对吧 南海的问题 我昨天也讲了啊 这个这个 后来啊 北京也没有像 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让人民享受更大的自由 北京 曾一度在扩大自由 或尊重人权方面 做出小幅改进 这是指 邓小平时代是吧 但近年来 他一朝着控制 或压迫的方向 急转直下 啊 开始列举 中国的人权状况了 这是过去几年来 第一次 如此细致的列手 奥巴马时代 克林顿时代 包括布什时代 都没有这样做 他们那时候 主要是高屋建林 说中国你要改善人权 你要 往民主自由方向发展 下面就不说了 下面就偷偷的来谈判 谈完之后 基本上都接受了中方的说法 啊 我们还很穷 不适合搞这个 我们吃饱饭 就是这个 最好的人权了 然后吃饱饭了 中国人中午吃饱饭了 然后再说 哎 这个 中国 中国 思想还比较落后 不适合民主 啊 后来中国 现在先进了 互联网人数也很多了 啊 然后就又给这个 美国政府说 你们这个民主啊 他不太适合中国 你看我们中国 以前都搞过了 你这个民主到中国来 也不太适合 哎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顶不住了 老百姓都出来说 中国这些网民都说 你怎么知道 民主不适合中国 你试一下嘛 然后他又改口了 说哎呦我们已经民主了 你不知道吗 啊 已经民主了 啊 这我们的中国特色的民主 已经民主了 你没话说了吧 对吧 已经民主了 所以这就是著名的三 三 短论 改革开放之搜 说我们的素质低 我们的人 以吃饱饭为主 我们不适合 这个我们 不适合民主 啊 后来我们发展起来了 说民主不适合我们 那我们比较先进 我们不搞你们那个民主 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民主 啊 更上一层楼 是吧 民主不适合我们了 最后 赶紧宣布 我们已经民主了 我们的民主 比美国的好 五倍还是多少 李肇勋 外长 哎呀 扛开激昂 这个时候 我们最需要的是 李肇勋出来 回应 这个副总统的 陈词滥调 回应 副总统的攻击 啊 那我们现在看 上个月 北京关闭了一个 中国最大的地下教会 啊 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看见有些视频上传的烧十字架 呃 我是非常frustrated 也是有点愤怒的 别烧十字架 兄弟们 你搞得不都会下地狱的 当然你也不相信 但是 留点 急点善德吧 怎么能烧十字架呢 那些信仰的民众 这个这个 基本上都是会温和理性的 啊 没有说想搞事 啊 不要把所有这些都关闭 我到了这个外国 我经常给中国人打交道 我知道 凡是信教的人 基本上都可信 中国人坑中国人 你们都知道 昨天传出的视频 在这个这个韩国的 呃 开的中餐馆 两个菜谱 中国人的 跪几倍 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坑中国人 你真要说 找到美国人 外国人坑中国的 我告诉你 那就上到CCTV 人民日报了 这种事真的不多 不然的话 你去看一下 打开 只要有一个老外来坑我们的 我告诉你 那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来了 其实真正中国人坑中国人 但是 我发现一个问题 只要有信仰的 哪怕这个信仰是什么功啊 什么什么 练什么功啊 我告诉你 那些人 基本的城市都比 普通的不信教的 好几倍 这是我的经验 我不会 啊 你要不相信 你出去看看啊 好 这留言我看得很清楚 金扣在这里互动 非常好啊 非常好 那我们说 这些 这个 美国的指责 有不有啊 虽然说这是干涉中国内政 但是上帝的事 不能完全是内政啊 北京也在打压佛教 这个我也知道啊 这个我也知道 大家也都看见了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一个压迫人民的国家 很少就此直播 副总统这次的演讲 长达四十多分钟 很多地方很接地气 有很多东西是来自互联网 而美国政府以前对中国的互联网 第一看不过来 第二不太关心 这次的接地 几让海外一些民运人士 信喜若狂 都在巨公自傲 说你看看 我长期的努力 让美国终于注意到了 副总统的演讲 引用了我说过的 这个挺有意思的 不管怎样 至少说明了 副总统的演讲 确实迎合了不少人权 和民运人士 长期以来呼吁美国关注的 包括粉烧十字架 这种疯狂的事 还有无处不在的监控等等 这个很多人很说 是他的功劳 这个只能说明 你一致也关注这些事 不错 美国政府也终于关注到了 这个是这样 这个下面就说到了两件事 一个是问问斯里兰卡 承包了巨额债务 好像中国在斯里兰卡 利用债务问题 把人家的港口拿过来 这个我觉得 这个实际情况是怎么样 我不太了解 但是美国可能得到了 他的消息 那么这个事了 我觉得最好是斯里兰卡的 政府和人民出来说话 比较 比较这个 有说服力 那么呢 他的这个举例很有杀伤力 这篇政策性的演讲 无疑也会带给太平洋西部的亚洲国家 一些微妙的反应 长期以来 美国逐渐从东亚搜索 让这些地区的国家六神无主 加上中国的崛起 他们很有点无所实从的感觉 现在美国高六宣布要回到这个地区 通北京抗争 不管后面到底会不会实施 对这些国家的外交肯定会有影响 说真话 以中国这样这个大国 活在历史上 最早一千多年 从黄河这么一块小地方 最后到现在 960万平方公里 还有几百海里外的南沙 都成了中国的领土 东南亚的害怕 是可以理解的各位兄弟姐妹们 千万理解一下 东南亚有点害怕我们 这一点 千万别骂我是罕见 别人国家就这么小 我们这些人 网上这么多多多别人 说真话 中国只要打一个喷嚏 东南亚就得堵三栋 都得堵三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何发展和别人真正平等 互利的关系 非常重要 我们一直以来在中国弱小的时候 我们要求美国和西方列强 我们要平等 要真正的平等 那现在我们强大了 我们再要求美国平等 没有意义 美国现在要求我们要平等 公正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 一些小国家 尤其是我们周边的国家 在要求我们平等 我们怎么对待这样的身影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有任何一方面 展现我们在国际上 有霸权主义 我们反对的那种事情 作为中国人 我们要能反思到这样 我们的外交路线 就不会太有问题了 我们说美国有时候在国内 因为言论自由 说到一个中国的问题 我们去抗议 美国人 don't care 他不关心 抗议吧 反正你还想到这排队 来进我的这个 进我美国拿签证 可是如果是一个小的国家 他做了一些这样的事 我们一个外交部抗议 我们几亿的网民在网上 要干别人 我告诉你 他会瞎的发堵的 越南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包括韩国 这些国家都经不起我们一身后代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外交在这方面 尤其要考虑 这就是我说的 我们在外交上 一定要确立 一个真正的主导思想 这个主导思想 不是以前的 五项基本原则 五干涉内政 怎么怎么 互利合作 那些太空谈了 而是我们国家 真正秉持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要做一带一漏 我们要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 人家不会看你说 我要执行什么政策 政策 是可以改变的呀 你在无相基本原则的时候 你确实在东南亚发动了共产主义的运动 被印尼投杀华人 不就是从这引起的吗 人家要知道你这个国家真正拥抱什么样的价值观 你的价值观是不是平等公正 是不是自由法治和民主的 还是你秉持着马克思老祖宗的前世间无传阶级联合起来 我们要这个这个解放前世间 你不能说我我坚持马克思理论 但是我不要这不说这一条 你不说这一条他还在哪 别人不相信你呀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东南亚美国一旦要回来的话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又说了一件 在我们的西半球 北京向伟内瑞拉腐败的马东罗政权提供了生命线 这点美国很老火 伟内瑞拉古巴 一直是和美国作对 美国一直在针对他 这是他的后院 美国也没有侵略他 只是用经济制裁 让这些独裁者一个个都玩到 难以为继了 难以为继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正要倒台 他正在腐败的时候 我们拿出了慷慨结朗去支持他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外交政策是怎么决定的 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拯救一些现于崩溃的国家政权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上需要拯救的非常多 那么更需要拯救的是中国的贫困地区 包括到现在为止 网上还不停的传出 有病治不了这种事 你可以把钱放在这儿 买明星 首先是买国内自己国民的星 不是买马斗罗 委内瑞拉那个地方的星 那个地方的明星 连他们自己都搞不定 你去买什么买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决策 这个 使委内瑞拉人民承受超过了五百亿美元的债务 五百亿美元绝对不会还的 委内瑞拉人民 不管是现在被压迫 还是金购彻底解放了 他们不会认这个账 五百亿美元了 可以建多少希望小学 可以提供多少的医疗 我们的这些政策 当然有人说 可能说我这个事就是要给美国作对 说真话 没有用的 美国就靠这个 就能被你给他作对 和美国作对的几个国家 在地球上是什么处境 你还不知道 你一定要往刀子上碰 俄国和美国作对 什么时候干这种事呢 人家也不是没钱呢 所以我觉得这些外交政策都是要 那么下面就提到了 中国共产党一说服了三个当地的美国家 这个事来讲真话 明显讲 美国说这个话 是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因为美国本来就不承认台湾 台湾断交和北京建交 也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这种外交战 说真话 确实搞得有点过分了 有点过分了 这种台湾根本顶不起来 台湾这几年 但是这个里面 我要说到台湾 我要说到台湾 那么 副总统里面有一句话 让整个台湾岛 甚至海外的华人 有一种新鲜感 有一种兴奋感 是他一方面说 我们这个遵守三个联合公报 我们承认一种的原则 另外加了一句 台湾所拥有的民主制 为所有华人提供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哇 不是更不坏的是更好的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价值判断 台湾所拥有的民主 为所有华人提供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了没有 华人我们要有自信 中国人要有自信 我们的香港是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 过去二十年 我不知道这两年 经济自由都移植排名第一 香港的法治 法治也是非常棒的 香港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的地方 现在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那新加坡是华人 那边的法治也不错 他在整个东南亚 他的发展 移植都秀 台湾 中国人 他的民主转型 是整个世界上 民主转型最成功的 之一 这个之一 不是很多之一 可能只有三四个 日本 韩国 中国的台湾 民主 那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年 不管是怎么得来的吧 经济发展 迅速 效率非常高 看看 中港 台 三地 再加上华人 在世界各地 展现出来的活力 我们真了不起这个民族啊 这个民族如果能把这三个 集中在一起 有好的东西一起共享 我们一起找出一个中国的道路 哇 那上帝都嫉妒了 那时候 别人还真是害怕了 真是害怕了 那么我最后会讲 为什么 有什么办法 整合在一起 又不让别人害怕 这是我 明天主要讲的中美关系的重要的内容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继续 台湾所拥有的民主 为所有华人提供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美国罕见的就两岸外交做评估 那么我这里呢 要 说实话 要点评一下台湾 台湾这些年 太没有出息 两党恶斗 萧小造势 前岛上下 都完全忘记了他们真正的敌人是谁 忘记了他们最好的武器 不是飞机大炮 不是美国的笔护 而是他们业余塔上的那条更好的道路 民主自由发展的道路 宪政民主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点定 由梁蒋 李登辉先生 一起在台湾实行的 这是最好的武器 那条路 才能确保台湾在得到 那些优于异国原则 而无法从台湾来往的世界 大多数国家的忠心支持 当台湾面临危机的时候 最好的武器就是民主 世界上目前发展到今天 这些民主国家站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他们掌握到世界上绝大的财物 他们掌握到世界上所有的先进技术 先进武器的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 绝对不会允许一个不民主的国家 去侵占一个已经走上了民主道路的地区 用武力侵占 其他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小小的弹丸之地 你想用武器来保护 老羊头的致命武器 写的小数致命武器里面早就说了 中国北京有一百种办法 把你全部搞定 对不对 我们结果可以专题讨论 完全可以给你搞定 美国人如果你的民主不是那么令人想望 你里面恶斗 你甚至出了盘头 我告诉你 美国人绝对不会出出 世界人民都不会出出 对吧 非常好 我能看见大家的留言 今后我会看着留言给大家现场对话 现场对话 自由和法治 这个台湾他不是太民主了 而是他在践行民主的时候 他忘记了 出了宪政 他头上还有一个大猫子 那就是北京政权对他的各种限制或压制 他必须在这种意识的情况下 才能走得更好 而不是完全忘记的这个 这其实这件事了 我今后反复大家都会看见 我们做什么 包括我们直播 我在自由之地 我的话可以尽量说出来 对不对 但是你别忘了 我们说这个话是为了让13亿人能听到 你得照顾到他的处境 他的地位 他的认知能力 一位漏 是要他们来走出来的 不是你在那里空喊 巴巴打倒水 自由什么多好 你喊来有什么用啊 说不好听到 我们中国人 远近亲戚有36位核心成员 你连你36位里面的绝大多数都搞不定 你喊什么喊 这就是为什么老羊头的演讲 老羊头的文章都是很接地气的 我希望大家能认真传播 认真听一听 这些对你可能才是有现实的用途的 太多高调的东西 太多没有用 那么我们加快一点速度 讲到了台湾 记住台湾最好的武器 是你的民主制度 不是飞机打炮 那么一个小岛 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小岛 不可能靠其他的方式来维护你长期的 这个所谓的分裂或独立 那么有了民主这个武器 你不是光防守 你可以进攻 你可以说 如果我们实行民主了 我们一起马上宣布统一 说实话 那时候统一之后 如果你台湾这些党 这些人 住有更远大的眼光的话 你可以回到北京来竞选 党和国家最高 不是党啊 国家和人民的最高领导人 有何不可能 可是台湾的政治领袖 一个个数目成光 在小岛上待得太久 我不是带了几个团去 这个国民党台湾吗 国民党领导人说好的出来见 后来不敢见的话 是什么原因 我本来要给你出马花车的 我看你们这德性 没多大戏 所以在海外 很多人说台湾怎么怎么 最大的问题是台湾本身 这些人生活的已经毫无眼光了 尤其是从美国出去的 包括马英九 这些蔡英文 但是在这个岛里面被这个政治的生态搞得折磨来折磨去 也基本上使出去了一个前举的眼光 不行的 我想等这个更多人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看 这里面就不用说了 在这里我们知道 特朗普上台之后说美国第一 好像在全球要搞孤立主义 要搜索 但是这个话里面却明显的提到了 这个提到了这个 美国要加强军事力量 包括核武库 包括和中共 这个北京对抗的这些武器 这是要重拾军备吗 是被北京集起的 还是想集起北京应战呢 我们明天会讲北京怎么应战 这个时候你要认为 没有一个是好玩 反而你要拿起武器来应战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 你这个苏联70年大线的解体不远了 那我们明天详细分析 我们会列十个问题 给大家一个个解答 老杨头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以及北京应该走出陷阱的这个道路 那么我们说里面 这个演讲里面 说到奥威尔市的中国政府 对这个民众奥威尔市的控制 这是很严重的 我推荐一本书 奥威尔这个写的1984 这本书说到老大哥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无孔不入 这个政府对这种思想的控制 基本上达到了极限 我不相信现实社会中还能超过它 但是现在看看我的不相信是太乐观了 我们知道奥威尔1984里面说的 我们改变过去的历史 就是控制现在 控制现在就是控制未来 这种愚民的教育 达到了针锋 造极的地步 每看一次就让我感觉到无语 好 那么 至于里面 说到最后了 至于特朗普总统表明的那样 我们不希望中国的市场造数审视 事实上 我们希望它繁荣发展 但美国希望北京能够奉行自由公平或付贿的贸易政策 我们将继续坚定不一的要求他们这样做 看这口气 这个贸易战是一定要加码到北京屈服为止 说真的 美国手里的筹码很多 贸易战开始后 中美两国反对者都声称贸易战将损害两国利益 损害两国民众的利益 包括一些民主党 一些纽约时报 也是这样说 这个没错 但他们显然夸大了 贸易战对美国造成的伤害 缩小了对中国造成的损失 这个稍微对比一下两国的经济结构 双边贸易所占比重 以及贸易的内容就明白了 中国输到美国的那些产品 哪一个是美国不能在斯里兰卡 印度在南美找到取代的 不就是价格差别一点吗 中国的人力以前比较便宜吗 都能够取代 美国输送到中国的东西 除了欧洲 一些国家之外 没有几个产品是可以被取代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一想 损失一目了然 美国真要一致加码 把贸易战打下去 他们更有机会或能力消化掉 这个贸易战带来的损失和负面影响 而北京最高领导人虽然已经发出了自力更生的号召 但长期以来依赖外贸或开放 而且它形成的那种copy 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的这种没有自主创新的 不注重自主创新的这种东西 这个出发自主创新的能力 经济结构问题等等 使得贸易战的后果到现在无法评估 有可能会比较严重 我们现在罗贝尔出来了 日本那么小一个国家 哎呀19年一年一个罗贝尔 中国为什么没有啊 中国的人到了外面来 他不是拿不到这些技术啊 中国这些年留学的也都回去了呀 为什么 这就是我要说的 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你知重视权力 重视钱财 不重视人才 不重视技术 不重视 我们所有的打开 我们的国家的新闻 明星赚了多少钱 哪个公司马云王健林 怎么宣扬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有什么价值观呢 不就是赚钱的价值观吗 价值观是日本刚刚攻克了人类 癌症治疗重要难关的罗贝尔活得者 我真想给他跪下 因为癌症夺出了我们多少亲人的生命 慢慢的顺着这个路发展下去 攻克癌症难关 是不日讲治啊 而这个人拿到了罗贝尔和平奖 把奖全部捐献出去 没多少钱 一百多万吧 美金吧 人家还是过种 站在实验室 做研究的工作 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人 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人 能够存活下去 能够真正的做研究啊 兄弟姐妹们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贡献了什么东西 我有时候真的是很郁闷啊 对吧 我们一说就是权力 所有的新闻 不是权力得到了伟大的欢呼 就是权力贪负的太多 然后就是预落新闻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哪一个老板 又要几百个亿 一个主流媒体 通篇就是来分析 发款八个亿 八个亿是什么意思 每天赚一个亿 得赚几百年 你怎么不说 每天攻克一个小栏杆 人类会多美好呢 国家的舆论倒下 老羊头这种忧国忧民的人 在国内没法直播 你去看看整个直播上面的东西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化妆 然后做这些东西 然后做这种 这这这这 滴滴下流的东西 这个国家 到了改变的时候 不要整天用来对付我们这些人 我们忧心国家的事情 比你们多得多 你看老羊头 做研究 有时候偶尔管理一个小团队 做点代购 还在这儿 私心巴费的 讨论国家事 这事说实话 或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海外 前世间哪个地方都有能生活 以我在外面的能力 我在哪个主流都能生活 可是我真的是很担心 我看见了好的东西 我拿回去 我给大家讲一讲 我从来不极端 我从来不极端 可是海内 国内 还是有一些人 想方设法来攻击我 习主席啊 你看见之后 应该收拾那些人 那些人在 不但把你往坑里带 他把整个民主 国家 在往坑里带啊 好吧 不好意思啊 这个车的有点多 好 那么我们赶快 那么下面就要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我希望很重要的内容 这是说到中国 这个北京 在美国的一些秘密的工作 包括啊 这个让华人为他工作 包括这个用媒体宣传 讲中国的故事 包括一些秘密战争啊 说到这儿呢 我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点 因为大家知道 我研究国际关系 一个重要的领域 就是各国的情报机关 就是包括美国 中国啊 中国的台湾 还有 以色列 澳洲 各个地方 那么 这个呢 是比较奇特的 大家知道 在严肃的学者中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公开说 他研究情报机关 有吗 没有 因为情报机关的材料 本身就不充足 你作为学者 你研究 你拿什么材料啊 你乱七八糟 说起来 别人不信 别人都不信的话 你研究没有成果 你就得不到这个项目支持嘛 那我觉得了 情报工作 尤其在冷战时期 包括现在 它非常重要 对一个国家的决策 非常重要 所以我才研究这个 那么我研究的资料 当然主要是公开的 尤其是互联网之后 美国呢 对自己的情报机关 公开的程度比较大 我看过六十多本 写美国中央情报 几个书 那中国呢 稍微小一点 但是咱们的亲戚朋友啊 很多人在这些部门呢 有时候偶尔也会透露一点 对吧 还有各个国家 我研究 我研究了很多 那么我一开始就说 这个副总统演讲中提到了一个白邦瑞 白邦瑞是中国问题专家 他呢 首于一个 美国专家学者智库中 一个很特别的派别 他们和美国的情报机关比较密切 当然还有一个李洁明 以前中央情报局 驻华大使 驻华大使 他是在中央情报局干过 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学者 但是呢 他们都和情报部门又比较密切的合作 他们在写书中 经常会影响 不变透露的消息来源 说这个怎么怎么怎么 例如说我前面举的百年马拉松这本书 我写个文章 其实也是批评吧 也是提议吧 他这个文书里面就提到了 怎么看中国 也说有个中国叛逃到美国的 他说中国啊 这个有百年计划 这个又准备搞垮美国 他作为一个证据 那我有时候就想 这个人你不能证实啊 第一 你又不能公开这个叛逃是谁 判别到美国的 这个中国的所谓官员是谁 第二 你也不知道 他讲的是不是真的 他可能为了得到美国的重视 得到这个认为他很重视 他编了一个东西呢 这种事不是没出现过 伊拉克 为什么美国去打伊拉克 就是布什当时得到了一个 伊拉克的叛变的官员 这个叛变的官员 编了变造了一个非常完美的 伊拉克正在发展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这美国一听着这个来源确定了 这是叛逃到我国家的 结果后来证实 他是为了得到重视 编造了一个 当然了 伊拉克没错 伊拉克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不是生化武器 不是贺武器 是萨达姆这个人魔 他就是一个一个摧毁的武器 但是作为学术 下面有很多地方 确实没有一个美国总统级别的领导人 在说到中国政策 是引用了如此多的 不变公开的情报信息 这会是演讲的可信度打折扣 大家不会忘记 当从美国消灭萨达姆政权 是基于几分 最终被证实为错误的情报 那么下面这些东西 我就不一一的讲了 大家看一看 它里面我们得到的情报 怎么怎么怎么 好 那么在这个情报的说的中 终于讲到了 中国干涉 俄国罗斯的 美国的闲局 谢天谢地 终于说到和选举有关的思想了 中国不想要特朗普当选 在美国所谓收买报纸 然后分化各个党 其实我这里面想说的一点是 两年多以前 据所有的公开报道 和我知道的一些所谓的内幕 我觉得北京是非常希望 特朗普当选的 为什么呢 希拉里当时 展现了非常强势的 针对北京的人权诉求 好像我这个上去之后 我这次不同我老公一样 我要真正的把人权 把制度的这个演变 当成我的目标之一 所以这个北京比较忌讳他 可是特朗普从当选到后来 基本上都是商人脾气 对不对 从来也没说要打毛一战 只是说了几句 而且特朗普大家知道 在1989年 这个北京镇压天安门 这个群众的时候 特朗普还说了一句 表扬北京当局的话 哇 这个就是不得了啊 这在很多人抓住不放 说这是 这是这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呀 对不对 好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是希望 特朗普当选的 所以当选之后 两国领导人关系很好 可是真的没想到 他帮翻脸不认人 从贸易战入手 而且贸易战是北京最担心的 从政治上入手 哎呀我们北京三段论 我们这个有的人是说辞 我们李肇星过来告诉你 中国的民主比你好母辈 那特朗普他也搞不懂 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绝对被忽悠的 一嫩一嫩的 还会表扬这个北京 最后你看特朗普奥巴马 这个基本上都成了 北京的崇拜者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从贸易战开始 我不跟你讲别的了 钱的方面你别占我便宜 可是恰恰中国这些人的自信 是建立的三十年改革开放 开放小平的路线之上的 你这个东西 有打蛇打齐称 你真的打到齐称了 所以呢 希拉里当时已经 他们北京原本认为 是特朗普上去之后 商人容易搞定 中国的商人都很容易搞定 王健林 马云 这不是说搞定就搞定了 那个现在呢 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那连 特朗普都认为 北京现在不想让他当选 但是 这里我要强调 这里面有不有一些竞选的 东西在里面呢 肯定有 美国的政治 脱不了竞选的可救 不可能 或这个没有关系 这篇演讲里面 有大概至少五分之一的内容 不管是坚定还是直接 是为美国 这个特朗普 包括共和党 拿票 当然这个拿票 有可能是基于事实 例如说 他说中国 感涉美国的 这个选举 中国在美国的 这个坚定活动 情报活动 远远超过 俄罗斯 这个大家自己去想 会不会是这样 我就不多说了 有涉及到情报的东西 我也不想拍饭计 前后 说到后面这几档 是这个演讲中 受到比较多疑惑和批评 正在民主党 以及司法机关 指控俄国 干涉美国大选 把特朗普 推进白宫之事 副总统宣称 情报机关找到了 北京干涉美国大选 准备运作 不让特朗普连任的阴帽 你妈呀 这个有意思 中国两国竟然在美国展开了一场 如此奇特的情报颠覆 脚中 我很怀疑 本人没有那些情报来源 不做点评 但对于这个演讲中 直接引用中共高度机密文件的原文 我有一些疑问 他说 我看一下 六月份 这是副总统的话 北京转发了一份 其为先传或审查通知的敏感文件 其中提出了他的策略 该文件说 中国必须实施准确或谨慎的打击 分化美国国内不同群体 讲真的 我一离开题词很久了 但是还是有点印象 从我个人的一些了解 中共不太 早就在十几二十年以前 不太会在自己的文件 或下发的一些东西中 使用这样的语言 就是中国必须实施精准或谨慎的打击 分化美国国内不同势力 这相当于一个秘密的行动纲领 这个东西 在中国政府在发文件的时候 都已经很清丑 没有不突风的墙 稍微出现一点问题 中国的贪官带着文件 跑到美国的大有起人 所以他们已经有心照不宣的做法 在这种明显文件一透出去 会出大问题的时候 在高层不再有把这种文件 形成于文字 只是做不说 一定成为一个共识 但是这个文件里面 这句话就给人感觉 我不知道文件的内容是什么样的 这是翻译成英文 再翻译成中文回来的 但是太aggressive 太有侵略性 所以我们经常 有人在推特上在哪 说出一个中共的高层的文件 低层的文件有 低层那些发文件权利 经常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说了之后给自己丢人 给北京抹黑的那些文件有 高层做一个文件出来 一定会比较注意的 举个例子 他就不会说 我们要到美国去分化它 因为这个文件一旦透露出去 我的天哪 这是不得了的 这正如我们在中国国内 流传一个中央情报局的文件 说中央情报局在多少年前 制定了一个在中国发展黑 色情液 让中国年轻人看咕咕这个东西 然后吃喝好喝 消磨意志 我不知道这说什么时候 至少在过去三十年 中央情报局不会愚蠢到 发这种文件 有可能在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 他们会这样做 腐蚀你年轻人 让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但是兄弟 他绝对不会发这样的文件 明白吗 这种文件露出来 不是千古奇谈吗 所以那个文件 我一看就知道 至少三十年之内 你肯定是编造的 中央情报局不会这么蠢 那同样的道理 中国的情报机关 也不会这么蠢 也不会说 我要搞掉你总统 他不会的 这文件 只要是行政文件 就一定想到 有泄灭的这种可能 明白吗 所以这一点我有点怀疑 单人说 北京是不是这样做 大家 自己看 自己看 因为他太多 这里面有一个 这个副总统说 为此不离 北京调动了秘密行动人员 晃子走 中国掀权喉舌 老羊头不是也被说成是大外宣吗 一头改变美国人对中国政策的看法 我们的情报机关的一位资深 一头改变美国人对中国政策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无可非议 就看你用什么合法的手段 不合法的手段 任何国家都在美国有援外集团 希望你对我的政策的看法 这个无可非议 下面他说 我们情报机构的一位资深工作人员 最近告诉我 在与中国在我们国家所进行的活动 相比俄国人所做的实在是象形建筑 美国人民应该知道这点 这种事还需要你的一位资深情报官告诉你吗 你最近才知道吗 请允许我到旁边笑一会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比俄国大得多 而且在意识形态上 和美国基本上是水火不容的 俄国说实话 他所有的问题只在于普京一个人 他想连任 不喜欢美国干涉 他的意识形态和美国根本没有冲突 政治制度基本上一样 俄罗斯普京一下 美俄关系一定是非常密切的 他就是普京担心美国横加干涉 哎呦我的妈呀 已经68分钟了 我要今天的我不能讲太久 好了 这里面呢 讲到了很多中国的一些 不知道是中央 对一些外资企业的控制 要求他们怎么怎么怎么 交恒星技术 这些例子应该疏失 我们现实中也听到了不少 到底是北京的政策 还是某几部门 某个地方政府的自拔自为 这种做法真的不太符合一个大国形象 人家在你那里做生意是互惠的 不是单方面的赚你的钱 中国的一些舆论引道 包括网上大量的这种民粹和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 这种年轻人动不动就说你美国人在我那赚钱就怎么样 肯塔基啊 麦当劳啊 沃尔玛啊 好像都是去赚你的钱一样 做生意是互惠的 好像这样都是赚你钱一样就应该给你跪下 哇你这样搞法确实太无厘头了 动不动政治上稍微给你不一样 就这个 你总不可能让世界上所有的跨国公司都给你一样啊 中国的国企这么多家在美国 人家要求你实现美国的制度 接受美国的价值观了吗 想一想 己所不于物事于人 要设身出地的想一想 我们是大国了 你不要以为我是站在外国人的立场 我今天所有讲的东西站在中国的立场 甚至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 有些东西不能搞了 你以前中国很弱很小 你像个小孩子一样 我尽管跟你闹一下 要糖吃 我要这回国待遇 please 这个我们国家还很穷 人家无所谓 你违反规则也无所谓 现在你强大了 你有三个自信了 你要改变世界的运行的模式 你还不遵守一些规则 对外货对自己完全不一样 别人国家在你的国家干这种事要建立党支部 那中国的中国的中石油 在美国的这些公司要不要建立特朗普的支钩 你想一下就行了 为什么这些事就不明白 中国的外交人员也不是没有住过海外 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 你才能进行下去 中国现在需要 陶光养晦要前进 按照这个道路模式走下去 做生意到你的国家是互惠的 不是单方面去赚你的钱 动不动就用公权力 去改变人家的看法和政治倾向 逼迫表态 甚至要统一思想 一次两次还算了 搞多了 会激起人家同仇敌看 这是我看一下怎么了 搞多了 这个会激起人家的同仇敌看 我觉得会激起人家的这个同仇敌看 学会与外部正常的人类交往 你们使用权力对付国人 大家无话可说 也无处可说 但对付杨大爷 还是得懂起规矩 试想如果外国政府对遍布全球的中资企业 与太子党企业也使用这个办法 你们如何应对 己所不渝 物是一人 老主动都知道的道理 咱们不能忘记 不能忘记 中国还直接对这个 这里面特别强调了 中国政府在这个一个报纸买了多页查看 报纸是 该报 是我们驻中国大使的家乡的主要报纸 做宣传 骂这个 这个 这事中国做的符合美国的法律 说真话 中国可以在美国买报纸 攻击特朗普 但问题是 稍微动脑筋就知道 中国的所有法律都禁止人家在你的国家 做类似的事 你跑到美国来践行美国宪法 赋予的权利 利用法治活得极大的自由 自己却是地球上 另外一套法律来限制外国人的自由 说得过去吗 就在美国正在考虑要把 信党的中国媒体打于令策 以外国代理人要求 只是你这个时候来美国购买报纸版面 嘲讽特朗普愚蠢 我真没有想到 你们会这么愚蠢 是谁操作的 我觉得 到底是哪 出了问题 应该检查一下 好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 有些事儿确实层出不穷 北京应该反思 一个这样的大国 在自己刚刚崛起的时候 如此对待世界 对待他人 真的是为了维护主权吗 关于在外资里建立党支部 应该不是最近的决定 但上面尚有所好 最近不知道大家从哪里看到北京的急转弯 下面不干人后 转得特别快 这一点我会明天讲 就是中国 我在第一讲结束的时候提了一个问题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上面出了问题 还是下面执行出了问题 这个事儿是值得探讨的 当然有人说 当然是上面 很多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还要具体的分析一下 好 这个下面 似乎巨细还说到了 这个对好莱坞电影的一些限制和控制 这个好莱坞电影我不太关心 我惦心关心 目前对国内的控制 对中国的文艺作品的控制 会怎么样 我担心在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十年之内 我们真的只能看一两个人的表演 我们真的只能看明星们 怎么样家事 怎么样偷情 我们真的只能看几个大富翁 如何在教导人民道德底线 都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现在的电视剧文艺作品 基本上快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 各位 各位反思一下 不要为了保护一党一权 做得太过分了 那么里面特别要提到一点 他提到了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他在美国校园有超过150个分支 这些团体帮托在美国学习的 43万多名中国公民的一些人 组织社交活动 当中国学生和美国学校 偏离共产党漏线时 他们会向中国领事馆或大使馆报道 各位 这个比较严重 这样的机构被副总统点名 真的是很严重 虽然多年前我就在澳洲的一些参与保卫 奥运圣护的留学生 与使馆的互动发出过公开的警告 指出这样的行为不会被当地政府 尤其是反警报部门容忍太久 但一个崛起的大国 往往会亡乎所以 忘记了自己的处境 不过看到西方国家这样的指的留学生走字 我还是很担心的 担心一些针对中国政府的反渗透行为 扩大到更多的华人华侨或刘曲森身上 伤机无故 甚至整体那地的华人 在海外得来不易的政治或社会地位 这件事我们要向美国的政府部门做好解释 但同时也要向北京呼吁道义有道 请勿转移太多普通的华人华侨 到这种活动中 海外华人好好生活 在海外自由的环境中 传承中国的文化 发扬中国的文化 保存中华民族的种族 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 发展生存下去 就像文革中 我们把文化保存的海外 保存的更好 这就是最好的爱国 在这个时候海外华人华侨 一定要奋心走 把爱国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爱中国活 爱一石一地的政府 跟着政府的指挥棒 转要分轻松 要分轻松 这个你下面比较轻松的 一个中国留学生 在他的别的典礼上 发表了什么言论 说美国的言论和空气都很好 结果中国的官媒 和中国的这些 网络对他 穷追猛打 这种事情 副总统也知道了 我就怀疑 他在这个里面 有用中文媒体的团队 帮他出马化 写了这些 不知道是不是你 反正不是我 这类事件 也没有逃过副总统的发言 佩服佩服 这种事其实很那个 其实这个 遭到更多打压的 这个为中国好的 不是说美国好 遭到更多打压的 老羊头也算一个 哎呀 副总统没注意 可见他还是有局限性的 好 那么 说到了 后来又说到了 这个中国政府 对一些学人 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学人的 这种签证的控制 利用签证 对他也不喜欢的 外国专家学者拒签 已经引起了太多关注 当然作为主权国家 是有这个权利的 但你想了没有 别人也可能有这个权利 当他们无法改变你的时候 你总是我心我受的时候 总有一天 会对你和你们的家人 实行类似的签证限制 到那时 你认为是希望到 中国的西方人多 还是希望到世界 一百多个发达国家的 这个中国人多 对学术的控制 进口可能会引起 西方国家关注的 主要领域 我希望在这些方面 我们还是要接轨一下 这个不然的话 你们现在制定政策的人 很可能会作俭自作 因为你们在海外 有财产 有亲人 美国人 西方人 基于自己的价值观 不会做 推特上一些人说的 怎么样把中国人遣返 抓贪官 暂时不会做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发展到 对抗 冷战 开始 他们对前苏联 是会这样做的 那那个时候 不但是 大的国家 在经济贸易上的损失 你们的家人 或你们自己 可能也会有 巨大的损失 想清楚了 各位 好了 各位 我觉得今天讲的太多了 我们看一下 我说了 这和七十亿年前的一个 铁木演讲 有相似之处 当时他说 从巴干到什么呀 浑挂欧洲的铁木 已经降临 那现在不一样 他没有直接说 我们在亚洲的大 这个铁木 已经降临 但是总统在后面讲 这个这个这个 说了两件事 大家注意到那 第一 在价值观上 他说了 从一个国家 到另一个国家 浑跨欧亚大陆 然后又说 在贸易上 我们正在 和日本韩国 印度 这个这个这个 这些国家 建立协议 在贸易上也讲 拿下一个铁木 这个铁木 唯一孤立和包围的 就是中国 你在价值观上 和这些国家都不一样 你在贸易上 也和他们打贸易战 那这两个铁木 拿下来 说真话 好像不是政治铁木 不是 丘吉尔讲的 横仰欧洲的这种军事 对抗和政治铁木 但事实上 在现在社会 这两个铁木 同样的 严重 甚至比以前更严重 现在打军事 对抗是不可能的嘛 都有核武器 什么政治对抗 如果不涉及到经济 不涉及到价值观 也是可以化解的嘛 可是 美国副总统 说了 在亚洲 降下了两道铁木 两道铁木 好 下面开总结了 他说 中文到哪儿去了 as we gather here a new consensus is rising across 美国 我们今天 聚会在这里 但是一个新的共识 在美国正在形成 more business leaders are thinking beyond the next quarter and thinking twice before diving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if it means turning o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abetting beijing's oppression but war must follow 好 就是说 我们更多的商人 在想啊 到北京去 受他的制约 我们可能要 要不到哪儿去投资了 不要陷进去了 他这里说了一个 for example google should immediately and development of dragonfly app that will strenten community party censorship and compromise the privacy of chinese customers 哎呦 一个总统啊 这个这个 这个话有点严厉 我就不用多说了 如果这个演说 稍微得到美国政府机关的重视兵 势头去践行北京将会 在诸多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不过对副总统亲自下令禁止谷歌 以这种方式禁于中国 我还是保留意见啊 在目前的情况下 谷歌禁于啊 对他不作握的信条 自然是一种严重的侵入 但谷歌进入中国 是不是为几亿的中国网友提供了一种选择呢 多了一种选择呢 否则他们只能在百度中搜寻世界真相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显然得到这个被美国总统否认了啊 那么各位 今天呢 讲的有点多 大家把这个全部看一遍 基本上点评就结束了 明天我会用整整一个小时讲一讲中美关系 和我的解决办法 我的详细看法 请明天大家准时来直播室 而且呢 明天我希望有一些互动 好各位 今天就到这里 嗯 今天就到这里 好